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还没播 但也可能是封锁消息 而此时UKN新闻电台正在讨论是否报道此事 台长是不同意报道的 并且还没有一家媒体报道此事 而此时有个人跑进来说 CNN BBC 等等等等媒体都播了 于是台长也顶不住压力 决定报道此事 当新闻报道后 全民开始确信此事的真实性 开始热议 经过电视采访 80%的人站在首相这边 表示不能同意报废要求 并且大多数人表示不会去看直播 太残忍了 但首相妻子看到大家在网上的评论 都在调侃此事 仿佛很期待看到 妻子找到首相 说他一定不要去纵 人心我懂 听见丑闻就一拥而上 路上关爱就一哄而散 他们正在看我们的笑话 甚至在脑海中已经幻想过一遍了 首相安慰妻子 说一定不会走到那步的 而此时女王打电话过来 施压要求首相一定要救出公主 首相身边的大臣激发女派营救失败 找了演员和做特效的 想用这个演员和猪啪啪啪 然后用特效把脸披上首相的 可演员被现场的工作人员认出来了 拍照上传到了网络 引起了民众和绑匪的注意 绑匪给新闻台记了个手指 手指上戴着公主的戒指 和一段看似公主被砍断手指的视频 新闻台立即将此事进行报道 民众看到这么残忍的画面 觉得公主很可怜 民意也开始180多大转变 九成人开始希望首相按照绑匪要求那么做 尽管很丢脸 但能救一条人命 此时 通过卫星定位找到了绑匪的位置 首相也早已按捺不住 立即派特警过去营救公主 另一边新闻台的女记者 为了得到更多情报 不激发裸照给首相身边的工作人员 也得到了绑匪位置的情报 决定独自前去拍摄独家新闻 但这个位置是绑匪故意留下的 自然没有什么收获 而女记者也被误认为是绑匪被打了一枪 折腾了一天 又没营救出公主 而这时又马上快到四点了 激发女给首相施压 如果你不这么做 所有人都会认为你因为面子 舍弃了一个年轻女子的生命 你的人格将遭外人唾弃 公众 皇家 党内都要求你执行绑匪要求 并且如果你不这么做 我们将无法保证你家人的安全 反正只要牺牲你一个 就可以挽救大局势 不管你愿不愿意 都会有人逼着你牺牲了 首相别无选择 只能按照要求去做 在首相去直播的路上 激发女孩告诉首相 尽量保持长时间 不然会被解读成很享受 另一边 所有的民众都在电视面前 等待观看这场盛宴 并举备庆祝 每个人都是一副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嘴脸 街道 马路 巷子空无一人 但真的看到首相羽猪啪啪啪时 每个人的表情又都从幸灾乐祸 变成惊讶 难过 同情 不忍之事 但讽刺的是 公主在直播开始半小时前 就被放出来了 如果不是所有人都坐在电视机前 就会提前发现公主 并通知首相 就不会发生这场闹剧了 但所有人 无一例外的都在看电视 而绑匪在看到首相直播时 选择了自杀 那根手指也是绑匪的 一年后 首相和妻子恩爱地出现在大众面前 仿佛此事并没有任何影响 市民支持率也上涨了3% 公主也黯然无视 死去的绑匪也被评为行为艺术家 但首相和妻子回到家中 妻子立马扳起了脸 不像之前一样恩爱 导演用荒诞和夸张的方式 展现了舆论和人性 当然 这在现实世界中是不会发生的 且不说绑匪的奇葩要求 就绑匪凭借人们同听心 操控舆论这件事 首相也同样可以 所以根本不会被全民逼迫 与猪啪啪啪 但这正是可怕之处 舆论可以随意操控 民意可以随之改变 或许我们看到的真相 只是某些人想让我们看到的而已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